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地区 民族风情浓郁 饮食习惯更是别具特色 这个羊排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你确定这个能包进去吗 沙漠人家焖烤羊肉 沙子如何成为天然的烤炉 你看着了着了 时间就着了 天哪 水桶倒着用来烤羊肉 这些奇怪的操作如何成就草原上独具风味的烤架子肉 我已经听到这个烤肉在里面呲呲呲的响声了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新疆和田的地道风味 大家好 我是土生土长的和田姑娘热汉古丽 我的家乡 我的骄傲 热汉古丽是个能歌善舞的和田维吾尔族姑娘 本次的和田之旅 热汉古丽将带着我们一起领略它的家乡风味 我们和田人们早饭一定要吃包子 而且这个包子非常的特别 是烤出来的 我听说这家店有一个特殊的烤包子 它可以把20厘米的羊排放到一个小小的包子里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进去调查看看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扣掉下面盐巴的一个工具 把下面弄干净了以后呢 这个烤包子呢 要这样子掰开 肉香扑鼻 满满满的肉 烤包子是新疆老百姓喜爱的一种美食 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国闻名 又脆又辣 一旦吃上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个烤包子是很新鲜 然后很有地方特色 是慕名而来的 这家是最有名的 据说这家烤包子店 一个早上要卖出5000多个烤包子 需要十二头羊 来供应这么庞大的需求 如此火爆的烤包子 为什么这么受当地人追捧 我叫拍子雷迪大姐 你好 你好 你们家烤包子实在是太好吃了 一个星期不见我就特别想吃 我叫拍子雷迪 这是我的哥哥 阿布德尔哈玛 我们一起经营这间烤包子店 从爸爸开始就做烤包子了 这就是我们的智囊区 这边是先做面团 然后那边是包 包包子 那我们过去烤一下我们的烤煮区 烤包子是怎么烤的 好嘞 这是我们现在准备打烤包子的吗 烤包子的制作看起来挺简单的 羊肉包馅 再贴在囊坑内壁上烤熟 那么烤包子的风味秘诀到底是什么 听说你有一个本领 可以把20厘米的羊排包到这个烤包子里面 你能教教我吗 你想去哪个环节开始 当然要从头开始 那我们去照一种调味片吧 好的 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和田人 对于满眼的黄沙并不陌生 但做烤包子居然需要去沙漠寻找调味料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调味料这有在沙漠里有 到底在哪儿呀 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要是说在那的那就证明很近 他要说在那的就证明适中 他要说在那个地方那就证明很远 看来我今天还要走好久了 我的天哪 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 你说的这个调味品到底在哪儿呀 这个调味品远在天边紧在眼前嘛 这个土角是那个减土 烤包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南坑嘛 我们是用这个减土来做南坑的 这个减土就是做南坑最重要的一个材料了 是吗 是的 这个减土做南坑的烤包子的味道会很好吃 就是会那个更强的 有咸味 过去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没有食盐 而戈壁滩上随处可见的减土 就成为了盐的主要来源 在河田减土里的盐分赋予了很多美食独特风味 著名的红柳烤肉 就是用不加腌料的新鲜羊肉烤制 成熟后 仅需一把来自减土里的盐水 就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烤肉的鲜香 如今标准化的点盐已经代替减土盐 但河田人仍然习惯用减土制作南坑 这样的南坑烤出来的食物也独具风味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盐土豁成泥是吧 就是的 好嘞 你看我哥哥也把那个南坑的外星已经弄好了 我们把那个盐土粘在那个上面就可以了 我还有一个疑问要问您 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南坑来做美食呢 因为河田的沙漠比较多 做南坑做烤包子的话 可以防止一些沙漠的进去 南坑作为烹饪炉具 是生活在沙漠地带人们的生活智慧 用南坑烤制食物 可以最大程度地解水和防风沙 而盐碱土不仅为南坑提供了硬度 盐碱自带一种特殊的咸味 正是这种盐碱土的特殊风味成就了和田的烤包子 鼓励你看我们昨天做的那个南坑自然风景分感了 我们今天可以做美食了 我给你做那个羊排靠包子 你看一下 但是我看这个羊排这么大 你确定可以放进那个小小的面皮里面吗 可以的 等会我给你做走看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做什么呀 把那个羊排演一下 好的 在羊肉中加入孜然洋葱提味增香 这是和田人熟悉的味觉记忆 再放羊排与羊肉共同腌制20分钟 风味更加独到 不过这羊排该怎么包进面皮里呢 我们制作这个羊排烤包子 还得用上这个羊肉馅是吧 就是的 我以为只放这个羊排呢 只放那个羊排的话 烤出来的烤包子会拆的 这个羊排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你确定这个能包进去吗 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那个羊排烤包子吧 先放一些那个羊肉馅 然后放一个羊排 就这样的 沾上它的汤汁 就是的 这个跟我们吃的那种烤包子包法还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这样就好了 原来羊排烤包子是要把一端的排骨露在外面 这种造型奇特的包子真是充满想象力 你干过的 我们把那个羊排烤包子已经走好了 现在 德德来给我们打 好的 我的天哪 就徒手打上去吗 就是的 你把我们这边做烤包子车 满那个火面 然后那个包包子 那个动作女人来做的 把烤包子车必须在男人来打来 就是 我天哪 这温度好高呀 这个南坑的温度现在大概有多高呀 两三百 两三百重量 我天哪 这么高 所以必须在那个男人来烤 我还是让哥哥来吧 好 将烤包子贴在男坑内地 接下来还要往男坑里撒盐水 而盐水在热力下很快变为蒸汽 高温水蒸汽可以让肉质更嫩 然后在封闭男坑嫩烤二十分钟 烤熟后的羊排烤包子 最终呈现出诱人的焦黄色 来 我们的羊排烤包已经好了 哇 终于好了 天哪 菜让我期待了 看上去多好美味 哇 一整个羊排 真的好吃 特别好吃 肉还特别嫩 特别好咬 你们应该是祖传对吧 现在已经到了地铁代 我哥哥就是第四代 哥哥就是第四代传承人了 哥哥你要交给谁 我儿子 交给儿子是吧 那你长大了要不要传承这家店 传承 四代人的传承 牌子莱提家的烤包子 早已成为和田人难忘的家乡味道 提起和田 大家最熟悉的是和田玉 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呢 我们这里有一道美食 就跟沙子和玉石有关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如此奇特 接下来我就要带着大家去一探究竟 来自昆仑山上的冰雪溶水 在和田境内形成几条大河 与世闻名的和田玉就裹挟其中 所以和田自古就盛产美玉 和田也因此享有玉都的美名 海米提大哥是个玉石爱好者 但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一名美食摄影师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和田人 他致力于推荐家乡美食 这一次他打算亲手制作一道特色家乡美食 但制作这道美食 必须先找到一种石头 今天你是来带我来捡玉石吗 对 那岂不是我要发财了吗 就是让你发财啊 你能捡出多少个玉石 我就买多少个 说好了啊 真的说好了 哇哦 眼前的这条河叫玉龙咖石河 盛产和田玉 自古就有很多职业采玉人在这里 而如今更多的是来碰运气的游客 这个是不是你看 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个有点像那个沐浴 但是也不是 捡玉石这么难 那我们今天来干啥呀 虽然今天我们捡的不是玉石 但是我们用这些石头 就这样用圆又光滑的石头来做一道菜 那我们多捡点赶紧走吧 我们站外速度啊 玉龙咖石河里的鹅卵石 跟和田玉石的关系千丝万缕 难怪海米提大哥打趣地说 他要做的美食跟玉石有关呢 那么这些圆润光滑的石头 到底要怎么入菜呢 你说带我来做美食 你带我来这个沙漠干嘛呀 全是沙子 而且天气还这么热 我要给你做一道 不一样的羊肚烤肉 不一样的羊肚烤肉呀 那我真的是太期待了 羊肚包肉是和田的一道重要美食名片 常见的羊肚包肉选用羊的网味 也称葫芦 而羊肉则是要切细丁 配上洋葱丁和青红辣椒丁一起炒熟 再用胡椒和孜然粉调味 然后包进煮熟的羊小肚里 再用牙签封口 最后放在汤汁中温煮着售麦 羊肚绵软鲜香 羊肉汤汁饱满 海米提大哥说 其实羊肚包肉最早不是煮的 而是烤的 沙漠干旱缺水 当地的牧民因地质疑 创造了这道美食 他今天就要复原一下 这道美食的传统做法 我首先第一步是 把整只羊放进这个羊肚子里面 不可能 我不禁把整只羊放进去 我还得把这些石头都放进去 绝对不可能 羊肚才这么大 天哪 你不信你就看我表演吧 那就我看你的表演 第一步就是切羊肉是吧 对啊 海米提大哥处理羊肉的手法 略显简单粗暴 刀锋过处 油脂迎刃绽开 连肉带骨剁成大块 最大程度保留羊肉原本的味道 分割成块的羊肉 要进行短暂的腌制 撒上和田人最爱的洋葱提味 快速搅拌 肉块油表几里 悄然出香 等待羊肉腌制的时间 只见大哥又烤起了石头 大哥我们这个石头要烤多久呀 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要烤到什么程度呀 烤到全部热起来 就把这个石头跟羊肉一起放到羊肚里面 这石头烫得这么热 你放到羊肚里面不会把羊肚烧坏吗 不会烧坏的 而且会有一种烧烤的味道在那个里面 洗净后的羊肚化身为天然的烹饪炊具 将烧热的石头和羊肉层层交叠 马放在羊肚中 浑烫的石头投入羊肚 开始释放巨大的热量 这石头放进去就有滋滋滋的响声 而且还有这个我已经闻到了烤肉的味道了 这真能放进去吗 可以呀 这个羊肚韧性特别强 可以放很多肉嘛 一只羊 一盘肉 像变细法一样 逐渐装进小小的羊肚中 羊肚也如同吹气球一般 变得硕大饱满 我们要把这个管子要插进去 完了以后用铁丝 把这儿它的口给绑起来 作用是什么呀 是用排气 排气 我明白了 那我们这个就是高压锅的原理嘛 咱们这个肚子是锅 然后这个管子是它的排气阀 是吗 对呀 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呀 接下来就把这个羊肚放到这个沙子里面 用沙子的纹度来烤这个肚包肉 海米提大哥在沙漠上就地生火 在刨去烧尽的炭灰 目的是要把沙子烧得滚烫 再利用沙子焖烤羊肚 沙子真的能把那么大一包肉烤熟吗 那现在这个沙子大概多少度呀 200多度 我现在身上刚好带了一张纸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纸遇到200度的沙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可以吗 你大点的是 你看着了着了 时间就着了 天哪 海米提大哥说 炒肚包肉的诀窍是一定要把没有燃尽的木炭刨出来 因为它们的温度过高会把羊肚烫破 而炙热的沙子可以让埋在里面慢烤的羊肚均匀受热 而且沙子具有散热慢的特点 是天然的烤炉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做法吗 对 这就是我们这里传统的做法 过去 木米远行放木 不便携带吹具 羊肚这种天然的器皿 就成为了当地人的最好选择 沙子焖烤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水的使用 并且这样封闭的烹制过程 也阻止了封沙进入食物内部 经历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漫长焖烤 羊肚变得焦脆 你看已经熟了 现在可以出路了 这个味你闻到了没有 闻到了 一股香味 对 烧烤的味 好期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哇 总算出锅了 新鲜出炉 在趁热刷掉羊肚烤肉表面的灰 羊肉露出了它本真的面貌 白骨链你先尝一下我这个不一样的羊肚烤肉 哇终于可以吃到这个羊肚烤肉了 特别好吃真的太鲜美了 羊肚烤肉的焦香味弥漫大漠的夜空中 这是和田人熟悉的家乡味道 我今天的美食就要从这个铁桶开始 您可别小看这个铁桶啊 在当地它可是个宝贝呢 在草原上呀木铭就拿它来当锅具 而且还是倒着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之前我还得跟阿迪丽江大哥去参加一场摔跤比赛 只有参加摔跤比赛赢得了冠军 他才会给我揭开这个秘密 我们现在就要去参加摔跤比赛了 阿迪丽江是板兰阁草场的牧民 他今天要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摔跤比赛 这是草原上牧民难得欢聚的日子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专用的腰带了吗 只要系上这个腰带就证明着我 也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之一 今天这个比赛的奖分有一只羊 过一会儿我们赢得拿回去做美食 我们要赢一只羊然后拿回去做美食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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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选招的还有没有 有没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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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阿迪丽江大哥这么的厉害 看来今天我们这只羊是跑不掉的 我们是绝在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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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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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干嘛 摔跤了 有了 有了 阿迪丽江大哥 没想到你摔跤这么厉害 这下你冠金也拿到了 羊也拿到了 接下来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水桶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吧 各位伙儿这一集我们用水桶烤肉 你确定吗 那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桶吗 确定要用这个拿来做烤肉吗 我冠军都拿到了 羊也拿到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相信你 我信你 那我们赶紧回去做铁桶烤肉吧 好 阿迪丽江如愿以偿地 赢得了一只羊羔 他要用这只羊宴请大家 但用挑水的铁桶来烤羊肉 这到底该怎么做 阿迪丽江过来 铁桶又真的能将羊肉烤熟吗 这是我儿子叫阿迪丽江 拽交冠军的儿子 这个水桶烤肉我们求一些柴火 你跟我儿子一块去捡一些柴火吧 好的呀 没问题 那我们是去哪里捡柴火呢 这个炒酱随便圆圆黑黑的东西就柴火 圆圆的 黑黑的 就是啊 臭 太臭了 我的天哪好臭呀 闻习惯就好了 闻习惯就好了 是吧 牛粪咱们叫做天然的彩虹 烧火做饭 烧水 烤肉烤烂 都离不开它 把风干的牛粪当作燃料 是牧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 但是用牛粪烤出来的羊肉 不会有怪味吗 那里还有 那里还有 阿迪丽江大哥 这个牛粪我们也已经捡回来了 接下来你该告诉我 这个铁桶烤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了吧 我今天给你叫铁桶架子烤肉 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第一步想这个切下来 来自和田本土的羊羔肉 肉质鲜嫩 是制作架子烤肉的上选食材 大刀阔斧剃出羊排骨 剁成小块 为接下来的腌制做足了准备 为了突出本位 阿迪丽江大哥在用料上奉行极简 一把洋葱末 一把盐 一把自然 加入玉米面糊中 奠定烤肉底味 最后再让每一根羊排 与玉米面糊 来个亲密接触 腌制二十分钟 就能烤出新鲜羊肉的原始本味 那我们这个也已经腌好二十分钟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架到这个架子上了 是吧 是的 那我来给你拿肉 然后你来架吧 好 架子烤肉 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们 抵御严寒的高热量佳肴 腌入味的羊排 还要再用牛粪烘烤 才能化身美味 这个牛粪烧的话还挺旺的 是的 牛粪烧完以后 我们这个架子肉放这个牛粪上面 然后那个水桶改起来就行了 是外面还要围上一层牛粪吗 是的 你确定我们用这么多的牛粪去烤咱们的羊肉 这个牛粪的味道不会串到羊肉里面去吗 不会的 你像是我没有味道 随着牛粪的燃烧 热量不断在水桶内聚集 桶内的温度高达130摄氏度左右 封闭的水桶隔绝了羊肉直面明火 羊肉也因此烤得更加细嫩 我已经听到这个烤肉在里面呲呲呲的响声了 也已经闻到这个烤肉的味道了 现在已经熟了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解开 小心小心 烤得好好呀 我的天哪 太香了 色香味俱全我们的架子肉 有着炙烤香气和焦糖色外表的烤肉 具有了极大的征服力 瞬间让人口齿生津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铁桶烤架子肉 这么这么好吃 味道真是绝了 孤独的游牧生活 让牧民们格外珍惜亲友欢聚的时刻 比摔跤 品美食 他们用最帅真的方式 表达着热情奔放的情感 和田的美食就像这璀璨的灯光一样 绚丽多姿 排自来提家的烤包子店 红火依旧 他们用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为钟爱烤包子的人们奉献出最地道的和田风味 而海米提依旧钟情美食摄影 他希望将来能出一本书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田 爱上和田美食 测马奔腾的阿迪丽江深爱着这片草原 他希望将烤肉的手艺和摔跤的荣誉 一并让儿子继承下去 茫茫草原无尽大漠 正是有了这些热爱生活的人们 而变得生机勃勃 《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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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彩夺目》